还没开盘你就想空下来 你要不是做贼心虚 就是身上有屎 你说啊 我是一盘开低气来看热闹的 只是空单挂得近一点 我挂远一点就是了 往后挂往后挂 我往后挂 第一岛挂得挂是不是 那我就挂到第五弹就是了 往后挂往后挂 这样可以了吧 怎么样呢 我又空下来了 我又补回去了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又空下来了 当我了笨蛋 我就打你 大家都听到了 是他叫我嘎他了 我才嘎的 像这种要求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大家好 7月30 星期二 昨天自由人说过了 那个开超高盘都不是好事 2万点保卫战 今天自由人会随时做 因为也看不懂 昨天全部都在杀中小型股 之前的热门股很多都跌30% 甚至腰斩 自由人才说 最好的方法还是买 第四季卖第一季 然后你就休息 好好工作 除非你是专职的交易人 这时候破洞大 我们做期货的就比较好做 每天都有赚钱的机会 最好是不要留仓啦 因为你也不知道会跳哪边啊 今天我们来规划一下 昨天很弱呢 我们看日K啊 夜盘最低有达到884 21918 然后反弹上来嘛 昨天的高点我记得是22519 自由人认为 如果站不稳2万点的话 就要来测这个点位 因为7月要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2万点守不住 就是来测这个21900 好啦讲完了 所以现在自由人要做的就是 等待属于我的行情 当然我就是最喜欢做V转 30分K 这个20MA持续的往下 程式单一定是空单 因为它是follow那个趋势嘛 一口单不会死 不然来试一下 小台950 大台910 这个程式单会进去套啊 做小台不划算 你小台至少要挂相加除以2啊 挂920 930啊 破滴一定会坦 空头都是这样的 破底坛 强短失败 停损了停损了 拳子骨太弱了 可能是我认输之后就会反弹了 所有的拳子骨都是黑的 往下灌了 而且这个日K 涨得非常非常不好 盘碟就砍一砍 这个就是我的致命盘 赚钱变赔钱啊 好啦 明天再慢慢做回来了 只能这样子啦 OK 各位 拜拜